台北市长选举尘埃落定 坐满八年的台北市长克文哲 剩下不到一个月的任期 但却在今天带着副市长彭正深 秘书长陈志明以及台北市警察局长杨元明 为了台北市录影监视系统太旧 换新预算召开记者会 会中直接点名台志光绑架市政府 频道的商号叫台志光 我已经忍耐他八年了 台北市议会针对录影监视系统太旧 换新下了诞书 表示如果要使用三媒频宽 就必须要更换两百万画素的摄影机 对此柯文哲表示 如果两媒就可以解决的 为什么要用到三媒 特别是若全部改成三媒两百万画素的摄影机 每年将增加八千六百万的传输费用 我柯文哲还没下台 国民党跟民进党已经开始联合起来污钱了 这是要浪费掉八千六百亿 要浪费掉八点六亿 国家可以这样干的吗 我知道你们法律程序走完 我现在没有你办法 我直接诉诸名义 柯文哲更指出 他当了八年市长 就忍耐了台志光这间公司八年 台志光的95%业务就是北市府 等于被绑住的市府 现在也不能解约 因此只能诉诸名义 波云是有勾结情形来榨取国家钱财 酒肠花肠报道